诸葛亮写过后初诗表吗? 三顾频繁天下纪,两朝开纪老陈心。 这是后世对诸葛亮的赞颂,诸葛亮是在中国人心中有较高地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当年刘备能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争斗的时代里建立蜀汉王朝,诸葛亮可谓功不可没。 刘备死后,他的儿子刘善继位,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,向曹贝政权发动了六次北伐,历史记载公约二百二十七年,一出祁山之前,诸葛亮向刘善成递了前初诗表,第二年二出祁山前,又写的后初诗表,鞠躬尽瘁,死而后裔,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句。 查诸史料 后初诗表是刘宋裴松之著三国志史引路东晋洗澡池汉进春秋的,而汉进春秋中的这篇后初诗表,又是出自三国孙吴张眼的末迹。 除此之外,当时较为著名的史记中,都没有收录后初诗表,因此人们不得不向传统说法提出了疑问,诸葛亮真的写过后初诗表吗? 有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,他们的理由是,首先后初诗表的利益完全不同于前初诗表。 在前初诗表中,诸葛亮雄心勃勃充满了对北伐毕胜的信心,并明确地表决心说:"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,不孝则致臣之罪,以告先帝之令。 而在后初诗表中,语气则明显沮丧,竟有然不罚贼王爷亦亡,唯作而代王属与罚之。 不仅没有了往日之雄心,而且还做了如此的自我贬低,凭诸葛亮一向的表现,自然不会如此。 其次后初诗表中说:"易者未为非计,看似是未说服别人进行北伐。 但是根据历史记载,当时蜀汉并没有人反对北伐,那么诸葛亮何必有如此一说?" 第三,后初诗表中提及了一些与史诗明显不符的事情,还有一些人名错误。 后初诗表中说:"自臣到汉中,中间七年耳。 然丧赵云、杨群、马玉、颜知、丁丽、白寿、刘和、邓童等,即屈长屯匠七十余人。 但是此表尚于渐兴六年的十一月,而蜀志赵云传,则说赵云、渐兴七年族。 并且杨群、马玉、颜知、丁丽、白寿、刘和、邓童等人,书上都没有记载,可见后初诗表肯定有问题。 最后从文词风格上,前后初诗表迥然不同。 前初诗表词意恳切,风格高迈,而后初诗表有大量的意义雷同,词意庸漏的句子。 两篇风格如此不同的文章,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。 否定后初诗表为诸葛亮所作的学者认为,后初诗表可能就是张言所作。 但是有人提出,张言其人对诸葛亮的北伐持有相当的乐观态度。 这与后初诗表中的悲观失望完全不同,因此不可能是张言所作。 又有人提出,伪造后初诗表的人可能是诸葛亮的侄子诸葛克。 诸葛克在吴王孙权死后,被任命为吴大将军。 诸葛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和掌握兵权,打算发动对魏的战争。 但是此举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。 于是诸葛克就伪制了后初诗表,以使自己的乏味主张有一个旁证,因此表中才有译者未为非计一句。 对上面的观点,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,认为后初诗表却是诸葛亮所作。 他们认为,由于诸葛亮和诸葛克的亲戚关系,使诸葛克完全可以得到诸葛亮的文字。 因此后初诗表确实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。 初诗一表真明是。 诸葛亮做完前初诗表后,究竟有无写作后初诗表,这还是一个谜。